你看看美國 就以美國為例 他們宣布要以Omicron共存 他馬上頒布了一個 厚達137頁的路徑圖 教所有的人 你會面對的狀況的時候 你的SOP是什麼 我們通通都沒有啊 那你們還搬兩年前的東西出來 這是不切實際的 這是為什麼大家頭下摸著燙 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就是因為你今天指揮中心 完全沒有與時俱進啊 沒有與時俱進的話 我們的指揮官就不會講說 把鑰匙丟下樓這種話嘛 所以陳時中有說啊 他說那如果有人想到 更好的辦法的話 請大家提出 所以是怎麼樣 全台有講徵答嗎 已經沒有辦法了 陳時中才會這樣講嘛 那就是兩手一攤 不知道該怎麼辦嘛 市長早 請問一下市長 您支持這個指揮官陳時中說 住在老舊公寓的確診個案喔 那遇到送餐的時候或送藥的時候 丟鑰匙下樓這件事 我覺得可以再想看看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啦 我覺得對於因為老舊公寓確實有他現實上 那你們想了這麼多天想出來了沒 之前其實如果委員有印象那個 在居檢跟居檢跟居隔期間 在老舊公寓的住戶 也有用其他更妥適的方式 譬如說呢 我覺得 因為其實像外送員也可以送到他的門口 然後在外送員可以再告知他 告知他他離開 外送員離開了之後 他再來開門就好 這樣子他跟外送員之間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接觸啊 其實現在第一個並不是所有的外送員都上樓 第二個呢 外送公會其實對這件事情意見也非常的多 因為會使得他們的外送員暴露在高度的風險 那剛剛次長就說了 不會跟住戶做接觸 就把東西放在門口 問題是說 那他怎麼樣做現金支付呢 他怎麼付錢 那你變成就說你一定要 你沒有辦法做現金支付的這一些住戶怎麼辦 那剛剛次長說您希望有更好的辦法 到目前為止啦 我們聽到的還是指揮官的最新的說法 就是丟鑰匙下樓啊 或者是在鑰匙上面綁繩子丟下樓 那這都有實際上發生過很多的經驗 就是譬如說鑰匙摔壞啦 鑰匙甚至於插到頭骨 這個新聞都有報導過 還有鑰匙丟下去之後呢 不見了 不知道是掉到水溝還是掉到哪裡去了 甚至於丟到行人啊 丟到貓狗寵物丟到別的東西損壞別人的財物 或者是健康 那這些問題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的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您剛剛講到 事實上這些有討論 那外送公會對這件事情 對他們外送員的安全 還有如何完成現金支付這件事情 還是有非常多的質疑啦 所以到底對於這種公寓確診個案 他只是凸顯出說今天Omicron爆發之後 到現在疫情已經一個月了 副指揮官已經有將近三萬人確診 那指揮官也承認 未來可能會有超過四百萬人確診 甚至於每天有數萬人確診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確診者居家隔離的相關指引 是不是應該要趕快更新 或者是更詳盡 譬如說3月18號 指揮中心所公佈的這個確診個案 注意事項裡面 我剛剛講到的這個部分 就準備食物啊這個部分 就是說請家人準備 但也很多人傻眼 就是那他如果沒有家人 或者是說像這一次 非常不幸的這兩歲的嬰兒 那他們全家都被隔離啦 所以他根本沒有其他的人 可以來協助這些所謂的 送水送食物那怎麼辦 那現在獨居的人很多 然後另外剛剛講到 老舊公寓的問題 也有很多人說他們的老舊公寓 他住在這種分租的房間裡頭 他連窗戶都沒有 他要向外面丟鑰匙 都沒辦法丟 所以問題重生啦 那麼現在呢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的地方政府 甚至於基層的村里長啊警察 大家都這個無煞煞 不知道該怎麼樣去配合 那你現在疫情爆發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很快的這個數量就會高度的上升 那請問一下 指揮中心有沒有考慮 現在有沒有積極的 要頒布更多更詳盡更清楚的 這些相關的指引呢 跟委員說明喔 其實委員如果回想 我們在第一年 2020年的第一年 應該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在3月那個時候 3月4月左右 那我們就已經那個時候指揮中心就請 22個縣市地方政府都要成立一個關懷中心 那從那個時候關懷中心其實就都有很好的運作 那地方政府都會接受到無論是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的對象 他有需要協助的時候 這個關懷中心就是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來做協助 那當然因為我們整個疫情的發展 都有一些這個不一樣的情況 但是基本上這個關懷中心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在協助 當我們這個無論是居檢者或是居隔者 他遇到生活上困難的時候 關懷中心就是在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來做協助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關懷中心你認為會有足夠的人力 來期待這些相關的工作嗎 因為這個是當時地方政府成立一直運作到現在 那是在地方政府是跨非常多局促的 從民政設政衛政等等在這裡面 你講到這個就講到問題的核心 我們先回來我剛剛講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我們全台的老舊公寓是高達115萬棟 那你現在說依陳時中部長相當保守的估計 15%到20%的人未來會染疫 而且很快很可能一個月之內或一個月之後 就會發生了並不是三個月半年 很快就會發生了 所以影響的人次是超過400萬人 我剛剛也講了可能是460萬人 或者是根本還不止 因為跟陳時中自己他也承認嘛 有15%到20%的人確診 表示說很可能有50%的人都感染了 這是陳部長親自講的 所以您剛剛講的兩年前的這個所有的配套 跟現在遇到Omicron與病毒共存 這個是完全不能夠來做相比拟的 因為當時的病毒的傳染率跟致死率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你在當時是無法想像說台灣會有超過百萬人確診 你現在台灣會有超過百萬人確診 會確診在家居隔的人數 遠遠超乎想像 你兩年前所準備的你剛說的關懷中心 這兩年前的時候 過去這兩年就經常傳出有確診 有匡列有隔離的時候 村里長李幹事苦不堪言疲於奔命 地方上的人力都已經嚴重不足了 恨更何況現在是Omicron的傳染 不可能這個是難以想像的 你說地方政府去哪裡生這樣的人力 連地方政府的這些工作人員 自己本身都面臨確診的風險了 他都確診可能要自己要匡列 要隔離在家了 他怎麼出來服務大眾 所以你現在的所有的這些相關的指引 你是不切實際的 你不可能拿兩年前 我就在講說譬如說 根據我們的傳染病防治法規定 指揮中心是要頒布整備計畫 我們兩年前頒布了一個 12頁的準備計畫之後 就再也沒有了 你看看美國 就以美國為例 他們宣布要以Omicron共存 他馬上頒布了一個 厚達137頁的路徑圖 教所有的人 你會面對的狀況的時候 你的SOP是什麼 我們通通都沒有啊 那你們還搬兩年前的東西出來 他是不可能呢 因應現在我們所遇到的 這個Omicron的大規模傳染的狀況 這是不切實際的 這是為什麼大家頭靠沒力氣 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就是因為你今天指揮中心 完全沒有與時俱進啊 跟委員說明我剛剛講這個規劃 關懷中心從兩年前到現在 其實都是跟著疫情的狀況 因為不同的病毒株 就會有不一樣的情況 不是 如果你沒有與時俱進的話 我們的指揮官就不會講說 把鑰匙丟下樓這種話嘛 那就表示說你們對於這樣的狀況 其實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陳時中有說啊 他說那如果有 有人想到更好的辦法的話請大家提出 所以是怎麼樣 全台有講爭答嗎 希望全台灣人幫忙想辦法說 那更好的辦法是什麼 所以我才問您啊 已經過了這麼多天了 指揮中心也想到更好的辦法嗎 你怎麼可能回答我說回到兩年前的辦法 就是已經沒有辦法了 陳時中才會這樣講嘛 不然陳時中難道不了解 這些相關的配套跟規定嗎 他怎麼可能會說這種話呢 就是兩手一攤不知道該怎麼辦嘛 不是嗎 市長 市長 邊境管制 這是您負責的部分 是 那麼因為 指揮中心這個蘇貞昌院長已經宣布了 我們的居家 隔離 要從 現在改成3加4啦 現在已經縮短改成3加4了 那請問一下我們的邊境管制 因為在3月17號的時候 你們當時縮為7加3嘛 我們從最早的3加11 後來改成7加7 現在改成7加3 那當時你們說要一個月的評估 看 未來什麼時候會再把它縮短成7天 那現在一個月已經過去了 邊境管制 對 有關於邊境管制的部分 不是 邊境管制 入境 3加11跟7加7 就以前啊 沒有啊 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14天 只有到3月7號改為10天 所以沒有3加11跟7加7 沒有啊 都是14天啊 那個路徑全部都只有過去在3月7號以前 台灣只有14天這件事沒有什麼 14天3加11 我的數學應該還不錯吧 但是我不知道3加11是沒有所謂的3加11啊 沒有所謂的3加11 沒有啊 沒有所謂的3加11 我們現在是在同一個時空嗎 沒有 沒有所謂的3加11 所以我不知道委員講的3加11 市長你有沒有記錯 沒有啊 沒有所謂的3加11 所有路徑的旅客 那時候泛民委員是怎麼樣接受 不是 現在你講的邊境管制 是是路徑的旅客嘛 對 路徑的旅客一律都是14天啊 路徑的旅客只有14天這件事啊 沒有3加11這件事啊 那所以3加11是否誰 我不知道啊 不是我不知道你這邊所指的是誰啊 你不知道 所有的路徑旅客只有14天這件事啊 你不知道台灣曾經有過3加11 3加11那個是 那當時陳其中說3加11 改成變成有 有破口 還曾經把責任推給你 路徑旅客一律都只有14天 從3月7號開始才改為10天啊 是啊 所以我現在問你3月17號 改成10天以後 啊你們不是在問說什麼時候要改成7天 這個會看 這一點 這一點 3月17號的時候 你們跟大家講說一個 你們要評估一個月 一個月以後要公佈 現在一個月已經過了 所以我現在在問你說 什麼時候要縮短為7天 這個會在觀察國內現在整個這個 本土的疫情的狀況 再搭配邊境的調整 那因為這個一定要在看 整個國內的疫情狀況 本土的疫情狀況 那現在疫情的狀況就是這樣啊 是 所以 包括機支運作等等 你們的方向是 與病毒共存 希望正常生活 希望不要影響經濟 現在要以經濟生活優於防疫 所以 所以跟委員說明 就是說 這個 救國內的本土的疫情 所有的狀況 包括措施啊等等 都穩定 那我們也會再看 同時邊境再逐步來再做一些 所以你們現在還沒有要決定 還沒有 因為你們一個月前說一個月要宣布嘛 那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的進度是什麼 會再試本土的狀況來做邊境的調整 因為當時 陳部長是說 要一個月的觀察期啊 所以現在一個月已經過了 你們還覺得要再繼續觀察 所以目前還不適當 所以 就本土的疫情的整個相關的 這個疫情狀況 還有措施的情況 現在因為蘇院長已經宣布了 本土的疫情要縮短嘛 對那所以本土的要縮短了 有沒有考慮邊境管制的部分 所以目前還沒有 目前邊境還是先暫時維持10天 我們會再觀察本土狀況之後 再做討論 什麼時間點再適合做調整 好 謝謝 謝謝 光往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做好環境 跟物品的行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神物化器 來噴這個水神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神水手噴這個部分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GO